小姐 人领过来了 白马 我们要运送高山大野茶到苏州 虽说马大胡子被灭了 但谁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杀匪呢 既然你对戈壁的地形气候都熟 你愿不愿意留在诸府办公 掌柜的 带白马去后院的房间休息 明天我们回苏州府市 他跟我们一起走 诺 好 你来了 朱小姐果然和一般的规格小姐不一样 这月黑风高之夜又有陌生人进来 还能如此地镇定自若 在下佩服 又会讲话了 不是哑巴吗 难道你就不怕我是坏人 杀了你 连我也骗 陈屿 你不要以为我配合你演戏 我就会原谅你 快摘了 没想到我夫人不仅眼睛亮眼力还好 我只是下午换了一件衣裳 你就知道是我了 而且还故意制作小夏让我进来 我当然知道是你了 你竟然瞒着我 你知不知道我快被你吓死了 父亲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父亲 我要真是长这样 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 你要真是这个样子 我才不要呢 我不要一个粗猛的汉子做夫君 我才不信呢 当时你不是也不知道 连一课长什么样子 你不是一样对他哀悲吗 那不一样 就因为他始见其发 别闹 对了 你怎么会变成白马的 我甩开见非那些人 其实就是想来找你的 后来 看到街上马儿惊慌 我就想来救你 可是 对这个叫白马的人 杰族先登了一波 一个想隐藏自己武功 又假装憨厚的人 很可疑 所以那时候我就怀疑他了 嗯 还有一个原因 东方氏带走你的时候 他对白马适宜了一下 我就敢断定 他一定是东方石的人 后来我就将他抓了 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陈屿 我曾经从东方石那里 偷到了一块陈王的令牌 陈王 而且他还跟我说 你拿了碧楼天的东西 想要造反 我就想起你对我说过 阿福曾经交给你两样东西 是连皇上都很想要的 没想到他也知道 我拿了碧楼天的东西 看来 他和杀我师父的那帮人 一定有关系 只是没想到 这帮逆贼竟然是一伙儿的 还和陈王有关系 陈王当年和先帝争夺天下 先帝登基之后 陈王被封在蛮荒之地 没过多久便死了 后来有传言说他留下了子嗣 当然 也有可能 是别人打着陈王的旗号来造反